高這個你的支持度 好這是集中火力 我想問一下這個上宮 你看剛剛這個司剛哥也直接說了 這個現在開同支委的戰場 好像真的有點太早了 如果最後真的是熱戰到一個 很恐怖的地步 那再來說嘛 現在謝國良趕去後 就是躲在壕溝裡面 一直說你看不到我 你看不到我 你看不到我 結果林濤就說他在這這樣子 他在這這樣 一直好像要把這個所謂的 仇恨值要把他拉到 這個謝國良身上去嗎 這時候一直扯所謂的 乾媽的姊姊的 乾媽的乾姊的女兒 這個時候一直警咬這件事情 是For what 人家說林濤應該代表著 朱立倫的想法吧 朱立倫除了換柱之外 現在還想拆量嗎 林濤就是說一號的時候 謝國良不是去黨中央嗎 跟秘書長 主發會主委 跟市黨部主委開會 朱立倫不在 那還有林濤嘛 那林濤出來講話 其實我覺得 就真正的理由就是 賴清德是同志偉的表書嘛 你們就是要把賴清德拖到這個戰場 理由就這麼簡單 為什麼會搞到什麼乾媽的 乾節的什麼 女兒 女兒然後又來什麼 裡面是不是有你乾節 你乾節的乾節什麼 什麼的女兒跟落口令一樣 還有很複雜 這個有什麼意義呢 我真的不懂有什麼意義呢 我覺得一點意義都沒有 我覺得這個 林濤有時候是 我不曉得他是來添亂的 還是來幹什麼的 那另外就是說 剛才談到說 智庫 那個選辦法到底適不適用 那個是智庫說適用正在進行中的 選辦法 然後他 你說他是謠言 那 好 就是 是剛說謠言 那就是 智庫裡面有幾個重要的人 一個董事長叫朱立倫 執行長叫柯智恩 副執行長叫林濤 徐玉琳 也就是徐玉琛的姐姐 到底哪一個人在上播謠言 你不知道 就我對法律的理解 應該是不是又已經把 沒有 那個你看你 今天就不只林濤 你連國會在搞 選辦法也是一樣的 你看選辦法 你們在搞的時候 逼的謝國良出來說 那不是為我量身而作 你們今天就說 到底是誰在逼這個 那個謝國良 一定要站出來講話 不就是國民黨中央 跟立院 不是都在逼他出來講話嗎 因為你所有影射的東西 好像都扯到了 謝國良的罷免案上 所以我覺得 我真的不知道他們是要救謝國良 還是要害謝國良 真的有一點不太懂 就是說一個政黨在策略上 怎麼會搞得步調如此之亂 如此之亂 就是說你要 你要幫謝國良的忙 最有利的就是 大家能不能選擇少說一點話 去做點正經事 不然你就乾脆把立法院給修會 這樣就不會有人提什麼 什麼憲法訴訟法啦 就不會再搞什麼選爸爸修法啦 然後謝國良是不是就出點錢 請這些愛講話的人出國去散心 兩個月不要回來 我覺得就大家是不是到底是要幫這個謝國良添亂呢 還是在幫謝國良 你現在搞到什麼乾媽不乾媽什麼 沒有沒有沒有 結果大家都在 你是不是有乾姐姐 怎麼講了半天 請問你這些大家 大家當成一個八卦或是好笑的來看的時候 是對謝國良是好事還是壞事 所以有時候 他說那個林濤 林濤 那個同志偉的時候不應該這樣 當然啦 十幾點是他們的選擇啦 但同志偉的問題就是很單純嘛 就是他表書叫賴清德 為什麼一定要搞成乾媽乾姐乾什麼的 你要找個理由 然後想要辦法把賴清德拖進戰場裡面 你就拖嘛 你搞這些事情幹什麼 可是把賴清德拉進戰場裡面 對謝國良有任何的幫助嗎 反民進黨反賴清德的效應嘛 他們就想說是不是 行說一個很簡單的事 就是把賴清德 現在是總統兼黨主席嘛 就拉下來以後一個 一個對人增加 對綠營的討厭值以後 是不是轉嫁到會反對罷免嘛 那是一個策略性的考慮 當然你策略性考慮 你就不要乾媽乾姐乾什麼乾什麼 結果乾了半天 你的目的是要拖賴清德 乾媽乾姐 女兒跟賴清德有什麼關係 結果最後拖到的是謝國良 全台絕無僅有 政論婦女黨上公上一波 大家好 所有的小草要七點半上班 櫻桃給我七點半給你清水嗎 感謝支持全台灣最歡樂 知識含金量最高的直播政論節目 橫橫抖內幕 收視狂開紅潭 網路播放量突破2000萬次 現在我要發出奶粉 消極力 週一到週五 下午兩點到四點 陪奶魚 奶球 一起抖起來 什麼 你下午的直播沒有跟上 不用怕 晚間十二點 友善記錄版 等你一起來